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下午报道 日本东京股市今天下午继续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一度下跌超过了1800点 最终以370047.61点报收 下跌超过了1600点 跌幅达到4.24% 报道称 一名市场消息人士表示 英伟达股价大幅下跌 对日本半导体相关股票造成连锁反应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 美国非农就业统计数据 因此市场波动可能还会继续 根据韩联社今天下午的报道 韩国股市今天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报收2580.8点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83.83点 跌幅为3.15%